大家好 歡迎收聽來時台 我是瘋仔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日的球會新聞 星期日馬西翠特郡打比的前瞻 會等遲些高譜做完賽戰記者會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主要講下星期六對紐卡素場英超比賽延期申請的消息 還有確認了足總會決賽的球證團隊 兩個夏天即將加盟的年輕球員 以及今季U18入球停不了的傳奇執球仔奧克雷卡丹尼亞 昨晚英超賽會都回應了我們下星期六對紐卡素場的延期申請 我們想把場球由英國時間的中午改到晚上才踢 但因為電視轉播問題下賽會沒有允許我們延期 之前高譜都曾經炮轟過賽程的安排 對我們好不利英超賽會和轉播商都是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和方便 而不是從球會角度出發去安排賽程 令英格蘭球會出到歐洲比賽面臨非常困難的賽程 亦是為何英格蘭從來沒有出現過四冠王 說真的歐聯的賽程安排其實都是很奇怪的 他們首次回合的安排 一場是星期二踢一場是星期三晚踢 變相如果首回合踢星期三的話 次回合就會轉到星期二踢 兩場之間只有五日時間 如果週末有聯賽要踢的話 一定要放在星期六才可以前後各有兩天的休息時間 還要說其實只有兩天時間休息已經很少了 四強我們就處於這麼尷尬的狀況下 相反曼城就鬆動點了 踢完首回合在星期二晚踢後 星期三晚才再踢次回合 中間有七天的休息時間 兩個四強組合相差兩天的休息時間 而我們也處於北利的一邊 曼城中間場聯賽是在英國時間星期六下午踢 對列斯聯變相兩回合之間各有三天的休息時間 可以有更多回復時間對他們的多線作戰有好處 至於為什麼高普會將紐卡蘇長波 想延到晚上才踢呢? 因為球員比賽的作息時間是受到很大的影響 大家如果有留意球員的IG 其實上次作下對賓菲加的首回合賽事 之後三四個小時 Sara就上載了一張照片 就是她跟Alexander阿諾和羅伯神一起浸浴的照片 當時的葡萄牙時間應該已經是凌晨1、2點甚至3點 都還沒睡得 還要一起做恢復訓練的環節 我們看完場的當然可以先睡覺 但可以想像到球員 完場後除了洗澡和搭隊巴回酒店外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才能睡覺 生氣時鐘需要有所調整 所以高普以往賽前一天 都會將操練安排到比賽差不多時間 讓球員習慣在這個時間做運動 如果我們下星期三對維拉利爾場球踢完後的晚上 我們星期六再踢夜場對紐卡蘇 再下星期二繼續夜球對維拉利爾 踢上歐聯的次回合 球員的生理時鐘就容易適應了 高普也希望可以這樣安排幫到手 但現在就改變不了 星期三晚踢完對維拉利爾 星期四就要進行恢復環節 星期五又馬上要轉回早上操練的模式 準備下午或晚上出發北部紐卡蘇 準備令第二日星期六的早場12點半開球 通常球員如果你看開Inside Enfield的官方片 大概過半小時前就到球場 即11點到球場 再加上要集合泡先一起坐對方入球場 小小的可能都要半小時至1小時 10點多就要集合的話 還要早點起床去準備收拾東西 所以我預計他們9點多時都應該要起床 早幾天兩三點都未睡得 之後又要早起床 再過兩天又要轉回夜晚比賽的模式 還要作客去西班牙對維拉利爾 對球隊的挑戰其實是很大的 現在唯一可行的就是 歐聯先主後客 起碼下星期三踢完首回合後 可以早點回家休息 不用當晚或第二天再趕飛機回英國 才準備再下樓卡蘇 如果真的這樣安排的話 連比賽第二天的恢復環節都很受影響 星期六叫做踢完早場之後 還有個下午和晚上可以加上星期日 時間休息 星期一先操練和準備飛去西班牙 時間上相對充足一點 希望賽程不利球隊之下 仍然可以咬緊牙關捱過 最近紐卡蘇的狀態其實都很好 已經取得三連勝了 最簡單的處理方法 原本就是輪換了我們主力球員 踢完歐聯的就不要踢聯賽 盡量給他們多些時間休息 不用想太多作息時間 或者習慣這些問題 但對著紐卡蘇這個對手不太弱 而我們又要場場都贏了才行的情況下 其實是很難做到大幅度的輪換 這場紐卡蘇和之後的聯賽對熱刺 相信都是英超如下賽程中最難應付的比賽 這兩個星期就變得非常關鍵和難捱了 接著又說下足總盃決賽球證的安排 今次的主球證是Krad Poulsen 而VAR球證又是Portiani 主球證Krad Poulsen 其實今季就吹過我們三場比賽 分別就是足總盃對森林 聯賽對烈斯聯和韋斯咸有兩場贏了 但對韋斯咸那場我們是輸了的 莫奇斯安排安東尼奧和奧邦娜 在國球時不斷纏繞著艾利神 有充滿問題之下 憑著國球進入了第一球 而這一球也定調了當場 韋斯咸班友在國球時不斷衝撞在艾利神 所以Krad Poulsen這場的執法 頗令迷不滿 但我通常都不期望球證成為一場球的主角 至少上次對曼城大家這麼擔心的情況下 都算相對地公正可以執行這場比賽 甚至乎沒有趕下高出場 都算是一個對我們有利的執法情況 對曼城的時候 賽前我們很怕會出事的BR球證Portiani 都判回史達寧那球非常慢慢緊的越位單刀球 所以其實賽前的球證因素 我想大家都不要說放得太大 接著就講下兩個準備夏天加盟的新人 現在鎖定的都是一些未必立即踢到一隊的年輕球員 富咸的19歲公中比奧卡華路 之前我都報過給大家聽 就是Frabicio Momento 基本上都說了他是我們的人 只是等完季才公佈 就讓他不要影響富咸那邊的發揮 而富咸剛剛星期二 就憑著他的入球以3比0 擊敗了普雷斯頓鎖定下季英超的席位 今季他英冠攻入了9球和有7個助攻 剩下4場比賽的時候 打多第二名的班尼茂夫一場而領先9分 肖雷斯頓鎖定下英冠冠軍 不久的將來應該都可以進行官方宣佈他的加盟吧 不過我們的陣中沒有攻中位 到時來到他會當中場球員的前線球員 高普會在夏天櫃前操練觀察他 再決定下季一隊有沒有他的位置存在 暫時未有計劃是否要立即外借出去 而和法比奧卡華路同隊的富咸 還有我們的借賬力高威廉斯 一月去到之後一直都有正選上陣 不過自從頭幾場收獲了兩個入球和兩個助攻之後 就好像還剩下一點了 另外還有我們的清訓逆風哈利維爾森 也可以升上英超 以前我也希望他可以有機會上到我們自己利物浦的一隊 現在就已經正式轉會走去富咸 看看他能否把握第二次踢英超的機會展現自己的能力 上一次他是踢班尼茅夫就外借 今季英冠他也有10個入球和16個助攻的雙雙成績 是下季值得大家留意的球員 之後還有一個已經確認了簽約的 就是16歲的斯盧迪翁豐Ben Duark 他昨晚在IG貼了和球會簽約的相片 這個小朋友今季都曾經在蘇超後備上陣了兩次 3月的時候代表蘇格蘭U17對著格魯吉亞連中三元 他本身未和斯盧迪簽職業球員合約 然後被我們搶走了 預料我們會賠償60萬磅米斯盧迪 下季應該是先代表U18梯隊上陣 講到U18梯隊 有留意的利物浦球迷都會聽過一個名字 就是奧克利卡納尼亞 他在未真正踢U18之前已經備受大家注目了 因為他就是3年前我們歐聯四強次回合反勝巴賽的功臣之一 他在場邊將奧波交給阿利桑大陸 之後才可以有快開給奧力自射反超前的第四球 但當然這個傳奇撿球仔並不是想一輩子 都只是被人記得他是撿球仔 今季他在U18就真的非常出色 之前有一場對列斯聯10比3的勝仗 一個非常之不像足球比賽的結果 他是個人攻入了4球 今季各項賽事已經入了40球 5月他將會去到18歲 這個球員值得大家留意 看看未來幾年會不會有機會在一隊見到他 他叫做奧克利卡納尼亞 不過都說明先 其實很多球員都是U18破進這個紀錄 但是整個職業球員生涯都未必能打得上來 我自己最深刻的一個叫做Adam Morgan 大家未必認識他或記得他 大概10年前左右 當時是我剛開始直接看英文媒體 找資訊來看的年代 所以第一次看到有關年青球員很出色的報導 印象就特別深刻了 他在U18就16場攻入了18球 被科娜譽為非常罕見的射手 甚至乎羅渣士當年的季前熱身賽 也有帶他去參加美國的遠征和出場比賽入球 所以會對他有一定期望 但最終外借都不成功就賣去伊奧維 也沒有再打得起 現在27歲已經踢著一些非職業的球隊 又例如早幾年 謝拉特帶著那隊的U18隊 有一隊很強力的前鋒 Paul Glickson 和謝拉特的表弟Bobby Duncan 他們兩個分別一季入了32球和28球 是當年幫我們贏了青年捉總盃的前鋒組合 現在他們兩個都去到20歲 Bobby Duncan 當年吵在利物浦很難上位 沒有上陣機會之下 就出走去意大利的菲林天拿 但去到都只是代表青年隊上陣 一季後就回去打比棍 都是踢青年隊為主 只有上季一次捉總盃的一隊上陣紀錄 今季打比棍的官網仍然有他的資料 但他沒有任何U23的上陣紀錄 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也找不到相關的報道 至於Paul Glickson 就1920球季的季前熱身階段 就因為前十字人帶重傷而報銷了球季 2021球季打算可以重新出發之際 去到11月又再次有觸畫的人帶受傷要休息半年 這位前U18的隊長 今季外借了去英月的坦美爾 可惜上陣機會都不太多 今季的項賽事只有21次上陣機會入六球 看來受傷患影響後的發展都不太順利 不過他們兩個只有20歲 還在職業生涯的好初段 暫時沒那麼快可以將他們的職業生涯定調 甚至前年寄予厚望是高價埋出的錫飛聯前鋒 布斯達還沒踢得起 今季因為腿筋受傷休息了很久 整季踢16場入四球 上季踢英超更誇張 27場都可以完全沒有入球 作為一個前鋒也挺難得的數字 但其實他仍然只有22歲 說不定在357年後 到了球員的黃金時代 在英超見回他們都不出奇 就好像匈牙利的門將古拉斯 當年我們的清份免費放到西斯堡紅牛 輾轉幾年後 去了RB來比錫道做首飾門將到現在 又有些好像現在狼隊的隊長江洛高迪 當年他是第一代的新席 德爾特50萬磅賣去哈德斯飛 然後再去狼隊由中場變中堅 英冠打上英超 做隊長入選英格蘭國家隊 近一點的可能是24歲的蘇蘭基 之前賣去班尼茅夫 今季都大爆發 入了26球 英冠升上英超的形勢 都非常樂觀 年輕人有時的發展是有遲有早 不是那麼容易給大家猜得到 正反的例子我都給大家看看 所以我都會幫大家繼續留意 Oakley Cantonese的發展 但也不要這麼快想著他有能力上一隊 U18和一隊的水平 仍然是很大距離 也很多球員一失足連職業足球都再踢不回 今集對於青年軍我就說了那麼多 先看看大家對於我講青年軍的資訊有沒有興趣 Oak的話我將來就分享更多給大家聽 原本有想著說一下 萬聯公務新領隊人選塔克格的情況 不過其他隊的事情就免得說太多了 都是專心說回禮物浦的事情 你們都可以留言說一下有沒有興趣聽 如果有的話可能下條片再說一點 看看打比戰的蔡前傑會什麼時候進行 不是今晚應該是明晚 之後星期六或者日 就中午可以出一條片 做前瞻和說回記者會的資訊 下集見 希望你們喜歡看我的分析 喜歡的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或者加入會員 我是利事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再見 啊 谢谢观看